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76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 说起兔子 总会给人一种温顺的感觉 但是下面虎个要讲的却是 弹兔四变的澳大利亚人 与兔子的百年大战 差点还被一百一只野兔亡了国 军队不得已出动生化武器 重型轰炸击灭兔 到了20世纪末期 甚至还到咱们这里来取经 在人与兔子之间的爱恨纠葛中 上演了一部惊心动魄 可歌可泣的史诗级大篇 故事是这样的 1859年 一位行政媒社做的英格兰农场主 托马斯奥斯汀 抵达澳洲 行李中 顺便带了24只欧洲兔 5只野兔 喜好打掠的这位将兔子放在领地 结果 澳洲兔子一下地 发现自己建制到了天堂 乖乖啊 此处正好气候一吐 遍地仙草 有鹰狐狼等强敌怀似 同时土壤疏松 吃饭睡觉打洞洞 异常方便 于是乎 他们嚼着梅草唱着歌 当然了 也不能当个繁衍后代 就这样 老婆孩子热炕头 在青青草原上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澳大利亚人的灾难与恶貌 就从这里开始了 作用繁殖战斗机美育的兔子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迅速地繁殖起来 即是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 无论什么大的力量 都将压抑不住 到了1926年 全澳猪兔子数量 已经增长到了 创纪录的100亿只 彼时全球人口不过20多亿 澳猪的损失 也几乎达到了灭点之灾 大量植被遭殃 导致水土流失 土壤退化 荒漠化和沙化现象 日益加剧 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农业和畜牧业 也蒙准了巨大损失 更令人痛心的是 这些侵略者 不但占据土猪动物的洞穴 还将其食物一显而光 作风堪比二战时期 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 据统计 由于兔子的原因 澳大利亚几乎灭绝的 原生动物 就有几十种之多 简直太猖狂了 数数能忍 身身可不能忍 为一只兔子的扩散和繁殖 澳洲人可谓用尽办法 手段无所不用其及 堪称世界奇闻 作为军事史上最奇葩的战争 澳大利亚军队 还曾奉命发动了一场 针对鸟猎的战争 请大家微信搜索军事视频 关注后回复人鸟大战 了解详情 第一次围剿 猎杀 从最传统的 布王 毒洞到释放毒气 在胡萝卜里下毒等等 统统试了个变 为了消灭兔子 澳洲人甚至利用其另外一种 外来生物 狐狸 刚开始这种方法 还起到了一定作用 可是混熟了之后 狐狸发现追兔子实在太累 反而瞄准了一些 跑得慢的澳洲本地物种 澳洲人民又不得已 先把漫山变野的狐狸给灭了 第二次围剿 悬赏 到了1887年 无奈的澳洲政府 悬赏25000英镑 征集可以有效杀灭兔子的方法 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 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 他曾经在巴黎的巴斯特研究所 派遣了三位工作人员 远渡重洋来到澳洲 试图利用 激活了军来杀灭兔子 遗憾的是 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理想 第三次围剿 修筑翻离 军网中的澳大利亚人 想到了一个原始的阻击方法 中国人不是有长城吗 咱们也修建一条 贯穿澳洲大陆的篱笆 挡住兔子的去路 1901年12月开工 经过七年的艰苦工作 终于修了三条 总长3000公里的篱笆 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奇迹 可惜 把一只兔子的牙齿 可不是摆设 再加上 打洞洞的本领 篱笆没有撑多久 就完蛋了 第四次围剿 化学武器 完蛋玩意儿 此时的澳大利亚人民 快被气疯了 直接动用军队通过轰炸机 在空中播撒毒药 进行立体战和化学战 这一下子真的有效果 一下子消灭了数十亿只兔子 不过 让澳洲人民崩溃的是 百亿只兔子里 撒有超人兔 在撒跃过后不久 兔群再次繁荣昌盛 次次反围剿 都已失败告终 第五次围剿 生物武器 到20世纪50年代 生物学家从每周引进了一种 依靠蚊子传播的病毒 粘液流病毒 这种病毒能在兔子体内 产生并不致命的粘液流 对于兔子来说是致命的 却对人畜 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无害 粘液流病毒一经引进 很快便在整个兔群中传播开来 兔子的死亡率达到了99.9% 第六次围剿 中国援助 然而 随着神徒免疫能力的逐渐增强 死亡率越来越低 到1990年时 也恢复到6亿之左右 为了防止灾难重演 澳洲的科学家们 一直在不停试验各种不同的生物控制方法 引入多种病毒 最致命的武器 兔杯状病毒 来自于中国 听说在澳大利亚应用效果良好 前景也最为广阔 在澳洲人民惊恐之下 政府也一直鼓励民间捕杀兔子 出台法律 中奖力度能手 对于养兔子的人 将会被罚款4万澳元 严重者还要坐牢 能把澳大利亚人折磨100多年 澳洲的兔子实在为兔中楷模 战争刺略手游作为福利 游戏中 玩家将作为名联合国紧急成立的 玩牌反恐部队第七装甲师的指挥官 开展全球反恐行动 先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 驰骋于硝烟弥漫的战场